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二叔 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把J4和这个谷歌搜索控制台关联在一起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J4的话是Twanko.com这个主站的一个后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它就有Search Concealer 这边已经关联起来了 那么现在J4的话还在不断的进步中 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还是比较简洁的 那在后面的话应该它会有更多的功能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把这两个平台给它关联起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的这个新的这个Pure Objects 它这里的话它就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实现一下吧 那为了最好的还原你将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二叔把这个J4和这个Search Concealer都是用最新的来做的 首先的话我们就点这个管理 那我们这边是这个J4的后台 然后我们往下拉看到这里有个Search Concealer关联 然后你这里没有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会这里有一个蓝色的按钮 然后你就点关联 然后选择账号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又有一个多选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清楚了 你这个J4是想要监控整个网域的 还是说只监控主站 这个就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或者是说你可以创建两个J4 然后分别观点 那么怎么去创建J4 而是在之前的课程里也讲了 很简单 大家去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直接选这个域吧 就是监控整个域下面 然后我们就点这个确认 然后下一步 那这里的话就选网站的数据流 那这个数据流的话也是跟那边是一对应的 我们再跟着下一步走就可以了 可以 那如果你发现你绑错的话 那你就可以点这边 然后点这个删除 然后重新绑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到第二步 那我们到这个bug这里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它这个search consumer这个板块 它是没有出来的 那我们要到这里操作一下 OK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里出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点这个 这三个小点 然后我们点这个发布 OK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search consumer就已经出来了 那现在的话它是没有任何数据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数据的张点的话 它就会是像这样 那有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在G4这边去看一下你 你这个网站的自然流量的情况 好吧那我们这几课就像在这里 谢谢大家